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在望远镜被发明之后 人类又发现了天王星 海王星和冥王星 这些行星就在地球的周围运行着 它们到底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呢 我们了解它们吗 今天我们将和您一起展开行星之旅 我们即将到达地球轨道上的 标志着春天开始的位置 其他八大行星在和我们一起绕日运动 但运动速度各不相同 对我们来说 最方便观察的是地球轨道外面的行星 水星和金星经常被明亮的太阳光淹没 而木星距离外面相当遥远 当木星与太阳连成一条线时 从地球上就看不到木星了 然而土星就是屏幕左下方的这颗星 现在处在非常方便我们观察的位置上 火星这颗红色的行星现在也是如此 它处于和地球相反的太阳的另一方 从地球上观察 我们可以以黄道作为背景来确定方位 黄道是夜空中想象中存在的一条带 上面有一组恒星组成的星座 行星从黄道带上经过 而这些星座可以起到背景标志的作用 如果一颗行星和太阳处于黄道带上的同一星座中 那么我们就看不见这颗行星了 因为白天行星的光太弱 它完全淹没在太阳光中 晚上太阳下山了 行星也随着太阳一起下山 我们仍然看不到它 可是如果行星看起来与太阳分开很大的角度 那么在晚上就能很容易看到它 地球继续在轨道上运行 结果是我们看起来太阳似乎在黄道带上移动 在右方的是火星 它被地球运动要慢得多 每两年我们接近它一次 在左边的是金星 它则比地球运动快得多 最接近太阳的水星 它的运动速度相当于火星的两倍 越接近太阳的行星 它运动的速度就越快 在外面的行星轨道非常长 它们绕日公转的速度也比较慢 例如木星 土星 天王星 海王星和冥王星 四百多年前 丹麦天文学家蒂古布拉赫 设计了一个有很大板式装置的仪器 每天夜晚它都观测记录 恒星和行星通过它的仪器的时刻 在中世纪 地球被认为是整个宇宙的中心 而戈拜尼认为 地球和其他行星都在围绕太阳旋转 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 地球本人虽然不相信戈拜尼的理论 但是他把自己的观测结果介绍给了开普勒 在这些基础上 开普勒终于揭示了行星运动的规律 行星是在椭圆轨道上绕太阳运动 行星距离太阳越近 运动速度就越快 反之则越慢 行星通过左边的较长距离 和通过右边的较短距离 需要的时间相同 图中短而宽的区域 和长而窄的区域 面积是相等的 开普勒的发现 帮我们正确地认识了月球 木星等天体 我们使用的日历 也和开普勒定律 以及地球运动速度的变化有关系 地球越接近太阳的时候 速度就越快 反之越慢 现在地球比较接近太阳 速度加快 在夏天 地球远离太阳 速度也变得慢下来 每年3月20日春分 而秋分则在9月23日 地球到达秋分点 要满七天的时间 这是由于速度变化 地球经过其公转轨道的 夏天一半 比经过其轨道的冬天一半 要多用七天时间 所以 虽然开普勒定律 对天文学家来说 只具有一般的理论意义 但它却对我们的日历 有直接的影响 火星大致每两年 就离开其他行星的运动方向 沿相反的方向运动 在正常情况下 火星都在黄道背景下 逆行运动 在1997年 我们看到火星在双子座 巨蟹座 狮子座 一直朝着处女座运动 然而现在 它又转回头 飞向狮子座 在人们还以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的年代 就已经注意到火星轨道的迂回 并对此做了一些解释 但对火星的逆行现象 还是不甚了解 但是 哥白尼的理论 却能很容易地解释这一切 地球和火星 一样在围绕太阳运动 但是速度比火星快 有时要超越它 当地球超越火星时 火星看起来 就像是在恒星的背景上 朝着和原来相反的方向运动 两个月之后 火星看起来又回到原来的方向上 在两年后 当地球完成了绕日运动两周 我们就会再次和火星相遇 之后还会再次超越它 一点一点地地球在赶上火星 在地球超越火星的一刹那 火星看起来开始在黄道上逆行 然后逆行会结束 火星又回到它的正常运动方向 按照哥白尼的理论 火星的绕日公转并没有逆行 我们的月亮 当月亮看起来和太阳排成一条直线时 就处于朔月相位 朔月会给我们带来潮水 海水被月亮所吸引 再朝着月亮的一侧形成高潮 每天月亮都推迟五十分钟 到达与昨天相同的位置 这就是为什么高潮的时间 每天都推迟五十分钟 当月亮和太阳排成一条直线时 月亮和太阳的引力 沿同一个方向吸引海水 这就是春潮 可是月亮只经过一次 为什么一天中会有两次潮水发生呢 原来地球的地心和地月系统的制心并不重合 第一次潮水发生在朝向月亮的一侧 是由月亮的引力引发的 同时在地球的另一侧 由于离心力的作用 又引发了第二次潮水 月球的轨道是椭圆形的 这使得月亮有时离地球近一点 有时远一点 当月亮离地球最近时 引发潮水的规模也最大 更有甚者 当月球处于禁地点的时刻 和朔月的时刻相重合时 引发的潮水就是一年中最大的潮了 其规模当然要大于春潮 科技的发展使我们的活动范围 扩展到了行星级空间 从而真正认识了太阳系 认识了我们这些邻居 好 感谢您收看这期的斗转星移 下期节目再见 1997年3月底 海尔波普彗星经过了近地点 这是它第一次接近地球吗 以前 比如说3000年前 它是不是曾经接近过地球呢 现在我们每天都比前一天 多接受三分钟的太阳光 但是我们房间里的阳光并不很充足 这又是为什么呢 跟着阳光走 我们会找到我们在太阳系中的位置 我们将看到地球在保持着它倾斜的方向 地球的倾斜使得我们学会测量时间 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